您好,我是喜顾雅外 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杂志 您知道近年台湾农地正面临迫切的废土危机吗? 根据营建署统计 2022年1到3月 全台违规青豆废土案有253件 光是台南就新增94件 平均一天新增超过一件 数量位居全台之冠 这些主要来自北部都更案的营建剩余土石方 像是砖瓦、废塑胶在全台四处流窜 一旦被填入农地不仅冲击石岸 更对环境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尽管各县市都发起联合稽查 但真的能遏止废土乱象吗? 该如何拯救台湾珍贵农地? 来看记者陈炎佐、郑志伟的追踪报道 农地埋了多少废弃物 这是一个很大的黑度 所以这边越南市都是余温 这边甜蜜蜜蜜蜜的样子 哇 这是一个小高原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土地怎么在买? 对啊 那这个土地 我们来看这样 如果土地都没了 后代子孙的生存其实有没有问题 南风吹拂 台南柳云 道浪翩翩 大地洋溢 蓬勃生机 清脆农地的另一头却是截然不同的风景 台南浙大副研究员林震翰 带领采访小组 船进路旁小径 直及南台湾 获在眉睫的农地危机 可是不好走耶 这平常会有人来吗? 现在你地上看到的呢 其实它就是引线上一个直方的 其中一种 它就是瘦碎的混凝土 它拿来做这样的孤露 然后会有一些增滑 油油之类的 混凝土最快夹杂废塑胶散落一地 平时人烟寒至的收割农地 近年沦为废土噎者眼中的非法乐园 这个算是乱到吗? 这个它孤露 就 这可能就算比较常见的状态 我们会觉得 比较夸张的是 等一下我们看到的 那个才是乱到 那个整堆 这个你看到都是混凝土的碎块 这就是银剑生鱼竹四方 有没有 我们这里就看到一整堆了 像一座小山一样 对啊 所以这边原本都是鱼温 就被填冰冰的样子 就是一个小高原 这感觉就很像是那种 怎么墙上拆下来的东西 对其实就是混凝土破碎 你看它是整个凝结的 被破碎成一粒一粒的 现场这个我们看到也是一样 是银剑生鱼土磁方 这现场农地就像 变成像土磁场一样这样子堆 堆了有一两层楼高这样子 大量营建废弃物露天堆制 宛如一座沙石场 怪兽停放在一旁 似乎平时有人负责在运处里 记者实际登陆 农委会农业农地资源查询平台 发现这里位于特地农业区 属于农牧用地 如此夸张的违法行径 难道主管机关毫不知情 废土可能都是来自于 一些营建的工程 不管是就是新建的或者是 就是拆除的工程 这些工程呢 大部分都有受到 内征部营建所的管制 这个是营建单位 没有做好控管的结果 2021年台南社大环境行动小组 垂查龟载港大牌遭排放序幕废水事件 透过公拍机从高空鸟看 却有意外发现 水稻王的余温几乎完全被废土填平 剩下一滩死水奄奄一息 好我上好水的台南竟然成为废土填堂 像我现在所在这树余温呢 就招人弃制了大量的建筑废弃物 像是磁砖啊 还有砖瓦等等的建材散落一地 虽然说这些建材它们不去独信 但是这片农地已经无法再耕作失去手机 这个测诊块应该是以前都是余温的 你看旁边的堤就知道了 那个是它原本的余温的样子 旁边的那个堤 所以它是填了很大量的劲 然后它旁边的这个都有清掉 你看到的是一车一车寝道的 剩余吐斯坊的痕迹 现在浑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这个有点像 是土鸡板吗 像铁片 可是只有很少量的 灰田沙土混杂砖瓦碎玻璃 甚至还有钢筋 铁条 看得令人胆战心惊 非法流畅的引荐废土大举入侵 醉魂祸首疑似跟静黏 北部都庚案大增 脱不了关系 是一半以上都是从北部 因为北部的工程 在做都庚啊 就是拆掉的 然后要盖新房子的量很多 所以然后北部的刚好之前 新北它又在整顿 它们的那个土资场嘛 那就变成它没去处 那所以它就开始往南跑 大量引荐废弃物无处可去 都市快速发展 农地却沦为五辜牺牲品 近期文化炉在改整嘛 对不对 所以烧的量已经不够了 然后掩埋更不用说了 我们已经没有土地好掩埋了 所以它大量的都抖 这个所谓的再利用 可是再利用它真的有 好好的被正确的被再利用吗 如果它没有足够的地方去 我们为什么还是一直在核发建造 或者财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控管面出了问题 根据引荐主统计 引荐剩余土石方数量逐年攀升 2016年年产生量 约4360万公噸 2020年成长近八成 来到7731万公噸 原先被称为废弃物的土石方 经过破碎分类处理 废塑胶可作为辅助燃料 废砖瓦可用于工程天图 摇身以便成为具 再利用价值的产品 但最终这些产品去了哪里 成为业界不能说的秘密 农地埋了多少废弃物 这是一个很大的黑素 低洼回田跟土壤改良 这个是很常见他们的借口 中央的引荐署 它不知道说引荐剩余土石方 它最后进到土石场 那实际在所谓被再利用的状况 是如何的 数量不知道 怎么用不知道 用在哪边不知道 国土沉沦 失控的废土危机 日益加剧 农业发展条例实行细则第二条之一 明文规定 引荐剩余土石方 不得作为农地填土物质 为者依区域计划法或都市计划法 最终可处三十万元罚还 但违法清道废土利益庞大 总有不肖业者 不择手段前仆后继 深夜一辆又一辆的大型车 从北部一路南下开进台南 这个环保犯罪集团 涉嫌长期将中北部的废土 载到南部清道 不肖业者回收大量装荒废木材 不按正常流程处理 而是用人头公司借堆肥名义 在沿海大量租用农地非法弃制 那些不肖的业者等于说做五本生意 那最近就是因为新北 他们开始打击一些非法沙士战场 所以这种情形更加严重 营建业者对于这些环境成本 他们并不在意花了钱 那反正有人接 好 他就不怪了 看似无毒无害的细碎砖瓦 却在全台引爆环境危机 采访9组继续前往台南雪甲区 实地探访 前窗百孔的农地之商 这里就是之前很有名的这个雪甲炉渣 就是炉渣 不锈钢炉渣 回田在我们雪甲的农田里面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其实就是挖完炉渣之后 发现更底下其实都还有废棋 这个是在从下面再挖出来的 说是民国八十几年的垃圾 那现在是在做整治 台南的废土危机严重程度超乎您的想像 采访小组现在来到了位于雪甲这处 看起来像垃圾场的农地 眼前这座有两三层楼高的垃圾山 是不孝业者在过去二三十年来非法堆積在这里的 数量之多令人沉默结舌 这边我们看到它其实有 我们看到有些是我们的生活垃圾 一般我们看得到的各种吃的产品 那其实我们也有看到像 生理食人水的包 那个是属于医疗废弃物 那也有一些好像是从工厂出来的 就是产生出来不要的下脚料这样子 所以那是属于事业废弃物 所以这样各式各样很杂的都在这边 这里可以看到有民国88年的一个国农牛奶 那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的垃圾 这边有一个虽然没有那么旧 也是99年的这一个科学面的垃圾 但这么多年来这些鸡茶鸡池是都失灵的 为什么都会被人知道 因为通常啦 通常我们被弃制的地方 通常都比较想一下人烟稀少 然后再来人家就算知道了 真的敢检举 很多在做这个事情的 其实背后都有很大的背景 成年垃圾堆积如山千年不复 农地遭开膛破度便体鳞伤 不肖业者谋取暴力 打地失去生机 污染及环境成本却有全民负担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这里一样是农地 那我们的土就这样子都跟垃圾整个 破碎垃圾整个混在一起 这个我们未来还要怎么样去耕种 像看一个病人 因为他已经病好了 他痊愈了 就他突然又进医院 又重病了 然后是另外一个病 这样子 然后还 对 他觉得很无奈 对啊 经过长期埋伏跟肩 台南这大成员 甚至冒险拍下 未悬挂车牌的货车 疑似载满土方 在台南四处流窜 营建废弃物无止境增长 管控失灵 却是环境付出巨大代价 不只是营建废弃物 然后事业废弃物 都是一样的状况 我们不断的一直追求经济成长 这些东西其实是要付出环境成本的 我们真的还要为了这些东西 然后来付出环境的代价 如果土地都没了 那我们整个后代子孙的生存 其实也会面临问题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那个土地你拿的? 对啊 那个土地 放这样 你看你这个团这么高 不可以 这个要处理掉了 这个要处理掉 这个要处理掉 这个处理掉 这个处理掉 这个处理不处有这种东西 2022年5月19日 台南农业局人员大阵仗集结 来到台南关田区一处偏僻农地 进行联合鸡查 好 这是你们自己想这样走 还是去让人家的土地 去黑白给你们吞的 没有啦 我是自己要走的 自己要走的 怎会有这么多地就好 所以这不是从工程来的 从工程来的 不知道你这样看 从工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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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都不知道 用这些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什么 这刚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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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要清掉 这没可以 流到这里 这都要清掉 茶器非法清道废土 台南市敌政局 透过国土监测网 卫星影像比对 发现这处 位于关田交流道旁的农地 疑似遭清道不明废弃物 尽管现场发现大量土方 但地主却大声喊冤 你们关台这堆 本来在做什么 我本来 在清清 清清浪水 就开始没有在准备了 好了 要准备去地道了 我因为问他 他一定说不知道 那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有收取某些利益 这个我们就不了解 这个我们其实 可是我们还是 查不到我们还是要花地主 因为地主 因为你的地理 要负责善进管理的责任 地主声称2018年已通过申请 预计兴建续产设施 但经过现场勘察 领外道路以淫建废弃物堆砌而成 明显违反规定 要把截团处理清掉 不然现在这个违反规定了 处理清掉 清掉它要 地政局给你 我们理想地政局 采火之后就清清干净 清干净 清干净你再去你的西木层 你不能这截团整个都放下去 先移进去 然后再去西木层 那是不可以的 我们现在台南市政府 如果遇到像类似的检局 或者是国土监测的便宜点 然后移送到我们单位来 我们立刻会组成一个 那个联合机察小组 然后我们也尽量 尽量来排除这些安全 尽量来让他们不敢 在我们台南市田 台南市府大动作联合机察 但最关键的环保局 及地政局皆无人出席 根据引建署统计 2016年至2022年3月 全台违规青稻废土案 结伴率偏低 台南仅24% 全台最低 南投29% 加益35% 深入了解 发现农地主则单位 农业局尽无财阀权 大地无声哀鸣 有谁肯听 他以前的话 他分安格尔在各局处 现在的话 因为各局处的话 他农地的话 只是他们业务项目的 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说在4月28日的时候 我们召开跨局处的一个会议 会议中的结议就是说 只要农地的部分 先由农业局来主政 然后排刊了以后呢 我们再将回归的事实前行 然后移送给他们去做财法 所以这样会提升他的一个效率 这个联合稽查可能就变成说 市政府在回应你社会 对这样子的现实的一个做法 但忙一阵子 等到媒体效益过去以后 可能问题还是依然无故 那议者也不是存在 看到你在家警查气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暂时休息 农地失守 冲击食安 更形同多土危机 该如何守护青山绿水 源头管制 势在必行 应该要仿造环保署 支援回收制度 然后由环保署的基金呢 派人到那些处理厂去 去铸藏集合认证 确认都处理好了 然后再把处理费转移给他 如果我们不注重自己农地 未来可能连足够的粮食都无法去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农业是国之根本 当农地被消灭 人类也无以为绩 污染 开发 废弃物流寸 究竟是谁偷走台湾的农地 终结乱象 守护环境 成为攸关你我生存的迫切难题 农地遭受污染 不仅冲击环境生态 更对食安造成严重威胁 需要全民重视 下个单元带您前进南投仁爱乡 来看与山林共存的奥万大风鸿鸡 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回到华视新闻杂志